约翰·米尔顿策说 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激情 欲望和恐惧 那他就胜过国王 很多时候决定人生走向的 不是智商和财情 而是情绪控制的能力 弱者容易沦为情绪的奴隶 强者早就戒掉了情绪 成年人 你是什么情绪就什么命 真正厉害的人 不被情绪左右 装子更丧除 敬之而不喜 污之而不怒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 受人敬重不狂喜 受人侮辱不暴怒 唯有将一切看淡 遇事冷静理性 才能在这世间活得有刃有余 韩信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统帅 然而世人记住的 不仅仅是他的军事才能 还有他超强的情绪控制能力 韩信从小失去父母 经常遭到歧视和冷遇 有一次 一个五大三粗的屠夫 看到韩信腰间佩剑 猜想他是胆小之辈 于是想羞辱韩信 当众对他说 要么从我裤装下钻过去 要么把我杀死 韩信自知形单影之 没有胜算 毅然选择了前者 忍受着巨大的侮辱 从屠夫胯下钻过 然后在众人的嘲笑中从容而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 面对一群无赖的挑衅 韩信没有一怒之下拔刀相向 而是通过冷静的分析判断后 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虽受一时之辱 却化解了一场危机 也正是这一辱 让他跨越阶层 短短几年后 未及人臣 统领百万兵马 称为战无不胜的一代兵神 生活中很多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 要么胆怯退缩 要么失控发火 最终问题没有解决 自己却落得一身伤 情绪是天下最大的魔鬼 人这一生 一定要学会控制情绪 但遇事不动气 不是没有情绪 而是不被情绪困住心智 即使处在暴风骤雨中 也能让情绪平静下来 佛经上说 人要巴风不动 面对别人的重伤 越是热烈回应 越是没完没了 不如一无所动 油盐不尽 弱者易怒如虎 强者平静如水 真正厉害的人 都是控制情绪的高手 不大喜大悲 被情绪所困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就不会自身坏情绪 庄子山木 人能须己以犹事 其熟能害之 意思是 一个人如果不把自己 看得太重 就没有人能让他愤怒 使他生气 庄子曾讲过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个叫士成奇的人 听说老子具有超然的智慧 于是跋山涉水 登门拜访老子 结果到老子家一看 大失所望 屋内杂乱不堪 如同鼠窝 于是骂道 我听说你是个大圣人 所以走了几百里路来见你 谁知你像老鼠一样 老子听完毫无反应 士成奇感到无趣 转身走了 次日士成奇又觉得自己失礼 跑来跟老子道歉 老子平静地说道 什么大圣人 这样的虚名 我早就把他当破鞋扔掉了 而你骂我是牛 是马 是老鼠 又有什么关系 改变不了什么 我还是我 生活中很多事 关靠生气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放低姿态 不把自己太当回事 就不会生无畏之气 正如诗人鲁离所说 还是把自己当成泥土吧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 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 佛家看来 人生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破除我值 也就是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生活中有很多人 表面看似强悍无比 内心却没有坚定的主意 因为太过看重自己 容易被他人影响情绪 反而认不清真正的自己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才能坦然处事 平静自行 面对悲伤时 能安慰自己 面对打击时 也能振作自己 因为那份虚极 带给人的 使不骄不躁的清醒 学会控制情绪 才能控制人生 庄子得冲福 人莫建于流水 而建于止水 为止能止众生 庄子告诉我们 一个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能指得住胡思乱想 指得住无畏的心神消耗 才可以静下心来 心无旁骛 专心致志地做事 料理好人生 层出不穷的问题 然而很多人 面对生活的至暗时刻 却任由情绪暴走 直到被负面情绪吞噬 就如张飞 作为一代武将 死得实在憋屈 如果当初他得知 关羽被杀后 没有情绪失控 天天买醉 乱发酒疯 拿手下撒气 也不至于落得 被布下刺杀的窝囊结局 不可否认 张飞的业务能力很强 但拥有如此才能 最后却死在自己的情绪里 不得不说 一个连自己情绪都 控制不住的人 再有能力也无济于事 情绪失控 只会让人失去理性 输掉自己 控制情绪 却能让人保持冷静 成就自己 晚清明臣曾国藩 曾因轿子的问题 无端遭受过一场羞辱 有一天上朝途中 曾国藩坐的四台轿子 和某官员的八台大轿 相遇在狭窄的巷子 对方一看是四台轿子 以为里面坐的是 比自己身份低级的官员 于是 借着没有及时让道的缘由 对方教夫二话不说 将曾国藩从轿里揪了出来 上去就是一耳光 结果八台大轿里的官员一看 是比自己官职更高的曾国藩 吓得慌慌吓叫 叩头谢罪 面对对方的无礼 曾国藩没有动怒 反而将这位官员扶起 笑着说道 是本官的轿子挡了大人的道 不怪你 不怪你 遇到糟心的人和事 曾国藩的选择是一笑置之 而不是陷在自己的情绪里 一心想着报复 这样的人才能迅速调整自己 既赢得了别人的好感 也为自己节省出更多时间 精力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控制情绪是一种修养 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一个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能定得住心境 而定生境 静生会 拥有智慧 才能把握人生 人这一生 情绪决定心态 心态决定命运 命运决定生活 不困于心 不乱于情 控制好了情绪 才能控制得了人生 有人说一个失落的灵魂 能很快杀死你 远比细菌快得多 很多时候 所谓人生灰暗 起因不过是一件小事 没赶上地铁 与人发生口角 方案打回虫写 如果不加控制 你的委屈 愤怒 怨恨 焦虑 会滋生出更多负面能量 吞噬你的正面能量 金庸先生说 情深不受 因为放纵情绪 等于消耗生命 遇到任何问题 都要保持情绪稳定 内心平和 不急不缓 遇山开山 遇水架桥 人生没有绝望之境 愿你妥善安放情绪 目光所及 皆是温情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